大学入学程度测验 ACT官方8号宣布 在明年的9月开始 高中生可以选择重考的特定科目 而不是全部科目 此变更可以节省学生时间 还有金钱专注需要改进的学科 但是批评者担心 此举将会让学生以及家长 更加热衷提升单一考试的成绩 而没签补习或是没有接受辅导的学生 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越来越多大学将ACT或ACT考试成绩 列为申请入学的非必要选项 但众多高中生对能否拿到ACT和ACT考试高分 仍倍感压力 ACT既有五项考试科目 阅读 数学 科学 英语 还有可以参加写作项目 前四科必考科目平均得分及时综合成绩 考生向大学交出ACT综合成绩后 仍可重考ACT全数科目 每次重考通常要花三个多小时 自明年9月起 ACT改新的超级计分 该分数结合考生在不同时间参加不同课目考试 获得的最高分数 测试专家表示 智力提升考生考试水平的辅导老师 通常设法加强学生整体测验成绩 但根据规定 考生以后可以一颗一颗的加强 结果可以让考前准备功夫变得更重要 不利于那些负担不起考试或没有受到辅导的学生 马州招生顾问莫洛表示 ACT改采超级计分是想又使学生选择考ACT 而非选择竞争对手ACT测试 对大学来说也可以展示招收学生更漂亮的考试成绩 进而提高学校排名和表现 另外新规定对学生有利 因为参考单一课别考试的学生 焦虑感比一次参加好几小时的全课考试要更低 根据既有规定 学生最多可以参加12次ACT考试 但多数学生都只考一或两次 研究表明 参加多次考试的学生 大一成绩只比考过一次考试的学生略高 参加全课考试费用52元 加考写作总费用为68元 ACT尚未公布单一考试费用 只表示单一考试会比较便宜 中天中望编辑报道